嗨,小伙伴们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好久不见 今天要为大家分享五款 我一直在使用的保健和养生的产品 那这几种产品我一直坚持用了大概两年左右 我看到了它们在我身上很多的效果 所以在这里想分享给大家 首先要为大家分享的是这一款 Brayo的护眼仪 它叫Brayo背轻松护眼仪 我是在美国的亚马逊网站买的 我买到的价格是79.99 它的原价是129.99 我刚刚查了一下网站 它现在的价格已经恢复到原价了 那我买的时候呢 我看了很多的产品介绍 我觉得这款应该会比较适合我 因为我平时看电脑啊 看手机的时间都比较长 所以想买一款比较好的护眼仪 然后帮助缓解眼部的这个疲劳 那我用下来我觉得我非常喜欢的 一个是它的那个热敷 你做完的时候 那个眼睛是热热的 还有一个是按摩你的这个太阳穴 那还有一个是震动 我觉得这三个在我的眼睛上 我都觉得非常的舒适 我就想一直用下去 它一共有三个档位 那你把这个地方打开 要长按 你会看到第一个是sleep 就是睡眠状态 那它是比较轻的 不会让你觉得太阳穴和眼睛受到了很大的压力 所以比较适合睡觉的时候做 同时它也是没有音乐的 第二个档位叫med 那它是15分钟 刚刚那是10分钟 它就是会有大自然的声音了 然后力度稍微高一点 其他的方面没有什么差别 那还有一个档位就是这个hard 这个就是20分钟了 它比这个med和sleep 唯一多的一个就是那个撞击 就是这个声音 那我用的比较多的 一个是这个sleep 还有一个这个是med 其他的像hard 像hard的我就没有用过 因为实在是太痛了 我大概试了10分钟 我就已经坚持不住了 你会感到太阳穴很痛 然后眼睛很痛 可能是我没有适应 现在我用的一般就是sleep或者是med 用的比较多 那同时它也有一些缺点了 像刚刚给大家展示过的 这个地方是我的眼睛上的一些无垢吧 它一旦进到这个上面去之后 没有办法清洗 我一般就会用一个平时没有用的牙刷 然后在这个上面刷两下 然后再拿吹风机把它吹干 就会比较麻烦 我也试过在这个后面垫一张纸巾 也是可以的 我还有一个比较喜欢的是 你可以把它折起来 然后这样就可以放到你的包包里 那它的大小大概是 这是我的手机 差不多吧 相应的产品链接 我也会放到下面的信息栏当中 第二个要为大家分享的是 这一款Tenscare 它叫一而为复制机修复仪 我是在小红书上发现的 小红书上的很多宝妈都有在用 很多生完宝宝的妈妈肯定知道 在生产完以后会有复制机分离的情况 那这一款仪器是专门针对产后复制机分离设计的仪器 在网上的信息你可以看到 对这款仪器的测评非常的两极分化 有说它好用到不得了的 也有说它卵用都没有的 我自己的使用感受是 如果你在用它的时候 同时有在做一些腹式腹吸啊 这个马甲线练成啊 以及就是这个腹部的运动的话 那它其实是有用的 我也是在做这期视频的时候 才想到去网上查一查这个产品的价格 因为我当时买的时候只要80刀 而且免油 但是我刚刚看好像这个产品的价格是299 我不知道是它升级了还是怎样 价格的差异应该不会这么大 我买的时候就是从英国原装进口的 这张巧我现在还有一个全新的 因为他们多油了一个给我 就是mistake 所以呢我现在可以一边说 一边来为大家做一个开箱 打开之后它里面有一个这样黄色的小袋子 黄色袋子拉开 里面是 这个应该是在胳膊上使用的 那还有一个是椭圆形的 这样小小的 应该是在面部使用的 哇哦 还有一个产品说明书 我都没有读过 然后就是我们的主机 还有这个电磁的这个线 它的使用也非常的简单 这个非常的轻 就是把这个线连在主机上面 然后再把四个电磁的贴 放在红色和黑色的线上 使用的时候就是找到你的肚脐 然后把红色的这两根线 放在肚脐的上面 左边一个右边一个 黑色的这两根线 放在肚脐的下面 左边一个右边一个 长按开机键在上面 因为它的屏幕太亮了 所以我的相机对焦有一点问题 那它一共有八个档位 我不是每个都用 我用的比较多的就只有一个 叫ABS就是腰腹 那它有面部一面部二 有腰腹 还有臀部 大腿 它有一个额外的是针对胸部的 防止就是蚕后 胸部下垂 它有很多的其他的配件 可以上网去看 你这边看到的就是 左侧和右侧电磁 我一般在自己使用的时候 会把它放到45到50 它会一点一点的往上加 据我的使用 如果你是肉比较松的话 你可能要加到六七十 才有可能感受到它那种麻麻的感觉 如果你的肌肉相对来说比较紧的话 你可能30就是觉得很麻很麻了 你有微微的发麻的感觉就可以了 不要那么急于求成的追求效果 因为我有一次把它加到了七十一 就等它后面的时候 就会有一个一阵一阵的那个时候 我就感觉真是钻心的疼 就是那种差气了的感觉 所以不要急于求成 整体使用感受的话 我觉得它在我身上是有效的 因为我配合了很多的运动 我有在坚持使用 如果你只是一个周使用一次的话 我觉得会比较少 那针对你自身的情况你可以做调整 现在我的频率是一个周至少四到五次 它有一个很小的缺点 就是它的这个电极片使用的时间不会很长 所以我另外还买了一个专门是做这个叫电极片的凝胶 你使用的时候就是把它挤在这个电极片上面 一点点就可以了 大概这些 然后呢把它涂抹开 再往身上做 这样效果就会比较好 那这个修复仪呢 主要就是迎在它的便捷性 它也非常的轻 你可以在家里做家务的时候 看电视的时候 甚至健身泡脚的时候都可以来用 配合着运动 复视呼吸 还有一些臀桥来使用的话 它的效果就会加倍 第三个要为大家分享的是这个 B提符智能肩颈按摩仪 我真的是背了很久才背注这个名字 B提符 其实它的英文就是beautiful 我听到这个名字的时候 突然就觉得呵呵了 我这个是在某宝上买到的 然后海运到的美国 它的价格是298 我记得快到300 当然运费很贵了 那我知道很多生完宝宝的妈妈都有很多的肩颈的问题 因为你要带孩子啊抱孩子啊 这样的话你的肩颈长期的受力 就会让你的肩颈非常的酸痛 我用了这个之后有很大程度的环节 它的开关在这里 然后你要长按中间 它有这样几个模式 一个是热灸模式 还有自由模式 推拿模式 真酒模式 我用的最多的是推拿和热灸 它的使用也非常简单 你只需要把这个红色的小灯灯在上面 然后戴在你的脖子上 那如果你想的话 它还有配套了八个这样的电极片 也同样是把它撕开 用电极的那个胶涂一涂贴在后背上 我一般比较喜欢的是贴在肩颈穴 那使用的时候 你只需要把这个插头 插到它后面的这个孔里面 然后把这两片贴在你的肩颈穴上面 你就会感到肩膀非常的酸痛 它这一次的使用是15分钟 它这里是用来充电的 大概充一次电半个小时 也可以用蛮长时间的 对于很多的上班族学生族来说 如果你总是在低头的话 那这个肩颈衣对你来说是非常非常简单 高效又快速地缓解你肩膀疼痛的一个仪器 因为你做完了之后 你的肩膀的问题马上就可以得到缓解 非常的舒适 它同样也非常方便也非常美观 你只要把它戴到脖子上 然后这个贴在你的肩膀腰或者是女生来大姨妈的时候肚子会比较痛 把它贴在肚子上也是可以的 哇到了我们第四个了 第四个要为大家推荐的是这样一个爱酒棒 我买的这个叫 它在淘宝上就有 买的价格是299 是跟那个避体服的肩颈按摩仪一起买的 然后一起海运过来的 我们都知道爱酒对女性的身体非常非常的有好处 我非常喜欢它这个V字形的设计 因为你在推面部和大腿的时候 它有那个弧度是可以完全让你推到的 如果你有爱住的话 可以把爱住直接塞进去 用火机把它点着 然后你会看到这个地方会冒烟 你再把它扣上就可以了 它大概预热要10分钟 那用这10分钟左右的时间呢 你可以去按摩一下你的脸部 非常简单 两个做法一样 然后中间这个地方你一掰开 这样一拧 它就可以分成两部分 然后你就可以这样去推 如果你没有那种小小的爱住的话 我买的就是这种爱草 你可以把它一点一点的塞到里面去 然后呢再把它点着 等它很热很热的时候 它外面的这个扁石 这个不小心被我们家小朋友给敲掉了 扁石呢就会导热 然后它就会让你的身体暖起来 尤其是冬天的时候 手脚冰凉的女孩子 公寒啊 包括湿气很重的女生 都可以用这个仪器来 它的使用也是有一些麻烦的地方 比方说每次你用完了以后 你要把这个铁丝从里面拽出来 然后拿那个牙刷刷刷刷刷刷刷 刷干净了之后晾干再塞回去 下一次才能用 每次的清洁都非常非常的麻烦 忘了跟大家介绍一个功能 它的这个头上是有四个小孔的 那这个你可以专门用来 织一些比较有针对性的穴位 比如说足三里啊 三阴交啊 关元穴啊 这样的穴位可以用它去 直接去织那个穴位 它配套的还有这样一个小袋子 那我用完之后 就会把所有的材料都放到里面去 如果你家里有小朋友的话 请你一定要小心 一个是上面的扁石 非常容易被小朋友敲碎 还有一个是它会非常非常的烫 最后一个咯 就是我手里这个像小乌龟一样的按摩器 我一般使用的时候呢 就会在腿上涂一些精油或者是按摩油 然后把它打开 它真的很正耶 然后在手上 胳膊上还有腿上这样的动来动去 可以顶在那个穴位上这样按一按 那这个不是我的 是我室友留给我的 它非常的小巧 你也可以把它放在包包里面 这个就是在一般的美国超市买的 4.99 5.99的样子 并不是很贵 但是就是很方便 想推拿的时候 想按摩的时候 就可以拿出来做一做 好啦 这期视频就到这里啦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欢迎订阅 点赞 收藏 希望以后也可以为大家推荐更多的生活好物 让我们美美的变成小仙女吧 再见 再见 谢谢观看